剛剛的範例之外,在雲端上面也有那個實價登錄的範例 比如說我今天要找什麼 像這個房中頁就蠻方便 如果說你或者你自己要買房子的話 你也可以去內政部的官方網站去下載那個實價登錄的資料 他有提供eSale的資料 所以如果你要買房子之前你可以先去下載 就是說哪一個最近的那個資料 那你可以設定一個比如說你想要找 不過我這邊是只有下載的是那個台北市的 新北市的話你可能要自己去那個內政部的官方網站 你打實價登錄就會出現了 而且或者你打開放資料 開放資料第一個也會是實價登錄 因為實價登錄這個是開放資料裡面用的最多的 這個是政府 他認為這個資料比較沒有隱私的問題 他就把它公佈出來 大家未來其實這種開放資料會越來越多 因為政府越 開放透明 那個爭議越小 不然的話很多東西以前都是 應該開放可是卻不開放這些訊息的話 人民就會猜測 或者說他不知道那就會開始會有一些疑慮 那當然如果 可是他給你的東西不是一個查詢系統 而是給你叫做原始資料 RODE DATA 所以呢如果你要把這個RODE DATA 可以快速的變成一個查詢系統 再來做統計分析才會有意義嘛 所以比如說我今天要查什麼 像要查那個 比如說這邊可以用篩選地址 篩選的方式其實跟 之前一樣 或者是等等啊 比如說我今天要查哪個地段呢 像這邊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查的是 假設你要買的是 中華路好了 比如說你就可以用 關鍵字 關鍵字查詢 然後就篩選地址 假設你輸入的是 那個中華路 那 另外還可以改一下 Input Box你可以改成叫Application.Input Box 然後Type 冒號等於2 2的話是一定要是文字 1的話是數字 剛剛有講過 那你剛剛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自動幫你把中華路相關的 這個交易 那不過我這個是1030的交易 他會整個全部幫你把它列出來 那裡面的話當然呢 他也會有個總價 也會列出來 但大家比較關心的是總價 總價一般 會落在多少 像中華路 還有二段的喔 二段已經到 比較裡面一點的 所以他隨便都要 這還100 200萬的 五樓這個應該是舊公寓吧 那每單價每坪多少錢呢 大概至少都 現在還有這個行情嗎 這個是建築 57 57年 現在106 可能是鬼屋吧 對不對 也許吧 我想 這單價太 太吸引人了 自己再去翻修吧 不然的話像這個是差太多了啊其他的話都是這樣的價錢 1500 2500 2300 哇塞 那這年輕人應該是只能 看 所以 光要買一個房子 光貸款可能就不知道多少錢 OK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你要快速的利用實價登錄 去做其他的交易的話 查詢那你也可以利用剛剛講的 根據總價 OK 等等的 那去做一些查詢 或者根據 那個你要篩選的是哪一區 甚至未來你也可以做一個批示查詢 比如說你建一個清單 這個是後面我們要講的 如果我希望一鍵完成所有批示查詢的話 比如說 針對那個 我要查的哪一區 幫我一區 就放一個工作表 一區就放一個工作表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呢 我這邊demo給各位看 這邊按下去 你會發現喔 他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整個 不過我好像陳詹還沒寫 啊有有有 OK 你會發現自動怎麼樣 全部跑完了 有沒有文山區在這裡 中正區 萬華區 有沒有每一區自動 那你就可以 根據區域部分呢 自己再去看 那不是很方便嗎 還可以針對什麼呢 針對那個除了區之外 還可以 美平單價 啊單價的範圍呢 我是設定在 這個區間 不過我這邊可能要先預設先做好 然後再做先把它刪 這後面陳詩好像還沒寫 所以還沒有辦法 OK好大概是這樣啦 待會再來 就是待會會再講到有關批次的部分 那請各位 就是說待會有空的 或之後有空的話 可以把實價登錄呢 再做一個練習 或者你可以找一些 你工作裡面 類似的 這個案例喔 可以來做相關的查詢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呢 像我們剛剛做完的結果啦 你當然未來你可以怎麼樣 比如說我今天做完 像介於 2008 2月1號到6月 30號 那之後當然你也可以利用什麼 插入裡面呢 樞紐分析表 我剛有提過 另外你也可以 產生樞紐分析圖 那這個樞紐分析表 或樞紐分析圖 實際上就是利用什麼 先把資料查出來之後 再去到上面的插入裡面 樞紐分析 如果你要 只要表 那就 樞紐分析表 如果你又要圖要表的話 那你就樞紐分析圖 他兩個都給你 那比如說我想要知道什麼 像剛剛提到的就是 哪些業務人員 他的 哪一些產品 賣的數量多少 假設數量或總價 一般 老闆比較關心的 然後我希望快速的 幫我產生一個結果 幫我統計出我要的 這個 剛剛講的 這個需求的話 那你就可以利用 所謂的樞紐分析圖 樞紐分析圖 按確定之後 一樣 你就把那個業務姓名 放在 左邊 然後呢 要統計 他的 產品賣的多少 然後賣的數量 是多少 的話你會發現 他會馬上幫你 把結果 給做出來了 表跟圖 一起 一次 全部做完 那你可以 把這東西 如果你要複製貼到 PowerPoint裡面 你也可以直接複製貼上 有沒有 你會發現 馬上 小咪 跟小張 老王等等的 你會發現他哪個東西賣的比較多 哪個東西賣的比較少 基本上就一目了來 其實老闆應該最喜歡看這個 如果你給他看的是前面的這個 原始資料的話 他可能會 退貨吧 他覺得 這個 看半天 是不是他自己 如果老闆自己會 書納分析 他可能會自己再分析一下 不過如果不是的話 他可能會希望看到的 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 這個延伸性 其實還蠻多的 那 做完這個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要再來看所謂的 批次的篩選 那批次篩選 這個地方裡面呢 可能會需要 做幾件事 先把這些 這些先把它刪掉 因為你要做批次 所以你需要先建一個清單 清單 那這個清單的話 指的就是什麼呢 指的就是說 我今天假如要找什麼 找業務嘛 可是我這麼多業務 那我怎麼知道 這裡面有幾個業務 你可以先把業務人員 複製 再貼到那個 那個 直接 直接貼上 貼上那個 所有的業務 那如果留下 不重複的部分的話 那你可以利用什麼呢 資料裡面的那個 那個什麼 衣櫥重複嗎 有沒有欄位標題 有 所以按確定 就會留下 總共 六個 OK 按確定 這樣這個功能應該 有用過了 而且應該蠻常用到的 不過會有個問題 因為現在好像還是蠻多公司 還在用 2003的版本 2003裡面有沒有這個功能 不是好像 就是沒有 沒有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呢 那怎麼辦 假設啦如果剛剛那個功能沒有 你說在 進階 篩選 你說這個進階嗎 進階好假設我今天 把它整個選起來 是不是 然後 進階 然後按確定嗎 複製到哪裡 複製到這裡好了 是不是 按確定 也可以 也可以 OK喔 所以 如果 那就不用寫VBA了 我本來想說 這個地方如果要寫VBA的話 所以 如果說你要用進階篩選的話 當然第一個 就是 所以這個地方會 業務也選 所以 就是把那個 從A2一直向下選取 Ctrl 去為向下 其實業務不要選到 好業務不要選到 然後 把這個範圍 直接用那個進階裡面的 這邊就選 複製到其他 不重複的 然後呢 複製到哪裡呢 就把它複製到 另外一個地方 旁邊好了 按確定 不過他為什麼把業務也 裡面有業務嗎 沒關係 反正就是 最後做出來有 OK 如果你是用那個 2003的版本 那就用這個方法 也OK 好 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假設 已經做出一個不重複的 範圍 那他不會因為有 我們就乾脆用這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希望 這 總共有六個業務員 我希望 P次的 就是一次 這邊是 篩選業務是 輸入一個 做一個 輸入一個做一個 那可是我今天希望做 所謂的 P次 那P次的話 實際上就是所謂的 自動重複做 那其實 那個Excel裡面最重要功能就是 幫你重複做 所以重複的話 你會想到什麼 For回圈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 你就是 For i 等於 2到7 或者2到最下面一列 做什麼呢 抓這個條件 本來是放在那個 Input Box 是我們填的 那你就放 就是Input Box 後面就改成 從這個 丟給x 這樣就OK了 所以基本上 把剛剛的單次查詢 其實就可以快速變成 P次查詢 前提是 1加一個回圈 這個範圍 2就是把 這個條件 丟到Input Box的位置 OK應該會吧 試試看好了 看有沒有辦法 我們要的 一鍵按下去 6個 業務 全部資料 就自動完成了 有沒有辦法 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一下